新一集的交涉現場 今天跟大家說什麼呢 就是我們面前 這裡有一部機兩支鏡頭 其實這部機又不是新機來的 不過說的當然是說兩支鏡頭 Olympus 最新兩支1.2光圈的普及鏡頭 分別是17mm 1.2和45mm 1.2 他們的相對焦距相當於 25 和這支相當於90 加上原本出了那支25 整個三支鏡鏡標準 Terry就成型了 定焦一齊 這次他們推出就很奇怪 我覺得兩支一起推出的 而且定價是一樣的 都是9990 可能一聽到這個價錢 大家都覺得好像挺貴的 我也有點嚇倒了 但是我自己又覺得 它是舖級的鏡頭 是這樣 如果你也要輕便 便便 其實它也沒有選擇 也沒有選擇 它已經給你 加上它這三支鏡頭 大家都1.2 3支差不多大尺量 如果我不會插遮光罩 墊是花反形 這是圓圓形 其實你是很難分辨哪一枝打哪一枝 有些混淆的,樣子上是有些混淆的 但亦是一個好處,你一看就知道是一個Z 大家都是用62mm的濾鏡,所以整件事都很一致 現在手上是這兩枝17mm和45mm的鏡頭 大家看到兩個遮光罩是不同的 但他們都有相同的設計,就是要按鍵才能扭到 這些通常都是一些比較高級的鏡頭才會出現 因為沒有那麼容易撞鬆 尤其是花反應,Y angle 時如果沒有這個拍 有時會很容易歪了一點 你拍照的時候可能不覺得,其實可以拍到自己的鏡頭 你意思是上的時候上斜了? 不是的,因為如果它是那些就這樣拍 就是這樣可以拍到那些,你用得很久會鬆的 鬆了,有時撞一撞,歪了一點點就不會覺得 這個是我的個人經驗 可能有些朋友,用得比較小心的朋友就沒有這些問題 但好像我這樣比較大意,就可能會經常 久不久會遇到 所以我挺喜歡這個拍的設計 按鍵的設計 按鍵的設計 按鍵的設計也是在任何一個牌子裡說 都是一些高級的鏡頭才會給你的 它真的是高級鏡,所以它真的有給你的 另外兩支鏡頭 比較容易分辨就是前面 兩塊玻璃 因為它的焦距是不同的 焦距是不同的 45個支鏡頭是大一點的 這支鏡頭是鏡頭的 鏡頭是鏡頭的 另外它有手動對焦和自動對焦的設計 一拍下去就變成手動對焦 它全部是Pro的設計,都是這個設計 是的,但我自己覺得 可能我還沒有很習慣 我有時用的時候 不小心拍下來 我不知道為何會對不到焦 我喜歡 我想這個是每個人 你習慣了就會OK 人家一拍了FillFinder 立即寫著MF 你又不看清楚 沒錯 習慣 因為如果想習慣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都喜歡看景深尺 因為有時候 譬如說你自動對焦 總有一些情況之下 大概是沒有細節 看不到對焦點在哪裏 除非你放大之外 起碼我大概在那一拍之後 都可以猜一猜一猜 或者可能是自動對焦之後 我一拍就肯定定了對焦位置 這件事我都很喜歡 另外這裏大家可以看到 景深尺好像上面似的 但其實下面你見到 距離和距離之間 其實是很不一樣的 但是估計到 這支長焦 它的景深會比較淺 所以也都 間距不同 但是大家都是差不多 扭那麼多的 因為Y這支 最近對焦是近一點的 所以 整個樓的幅度 是差不多 剛才試過都幾多 因為YN稿 通常很快到無限遠 可能因為景深太大的原因之下 看到是 扭的距離 扭很多幅度 動的焦點都好少少 尤其是它過了1米之後 其實這裏很大 去到0.2米 而這個 我們自己試 待會大家可以看到照片 其實在這個距離 可以做到很明顯的前景深 我覺得這支17L的一大好處 另外45L這支 本身的淺景深 也有很強烈的效果 這個也要給大家看相 另外鏡頭方面 也有一個功能 兩支都有的 任意自己設定 可以在機身設定 這個按鍵有什麼用 然後說一下造工 兩支都是全金屬設計 兩支鏡頭都很聚手 兩支鏡頭都很聚手 我覺得搭配Olympus的機 其實你又不會說 可能如果你搭配EPL那些 可能有少少會覺得 鏡頭會重了 但是呢 譬如我現在手上這部Pan F 我就覺得很平衡 即是鏡頭和機身 就不會說 前面重了或後面重了 還有兩支鏡頭 其實你拿上手 的重量是差不多 都是這麼聚手 這個完全是高級鏡頭的設計 有在這兩支鏡頭身上看到 不過如果你問我 我自己覺得 我用ProService的鏡頭 它的樣子 配合EM系列 就最帥仔 加上整套舖機出外 我自己喜歡Pan F 不過這個也是每個人的 有個人的後尾 有個人的後尾 好了 剛剛跟大家 近距離看那兩支鏡 現在就跟大家看看 拍攝效果 是 那天你就拿了一支鏡頭出去拍攝 是我那天 不要借 最初一段 最初一段 看到你拍攝了一些 純粹是試鏡頭變形的效果 現在我們見到 這一支鏡頭就是一支17 開到YOPEN 2 我暫時先選擇兩個相片,是同一張相片,一個是RAW,一個是JPEG 其實相機本身都幫它做了,上面是JPEG,下面是RAW 都看到它本身的機身都做了幾多鏡頭周正 這算是很明顯的,27mm,相當於35mm 變形幅度也算是很明顯的 變形幅度也蠻大的,當然你做了鏡頭修正之後,其實都很肯定是全直的 不過我拍攝的時候,其實在View Fronter 看到都是直的 直接是JPEG的效果,已經是實時矯正 我想以現在來說,其實大部份廠都在變形矯正 還有紙邊這兩樣,它們都很靠時候去做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以接受的 這個程度是可以接受的 然後你就另外一支,就是45mm 人像Tally,可以去低一點 我們特意去做這兩張 看到RAW和JPEG大致上變形都差不多沒有做 這支很好,這支很好 45mm應該都很簡單,相當於90mm 然後去到公園附近,拍了一些想試一下它淺驚深效果的照片 譬如這一張,你在拿一支45mm的點耳,開盡點耳 我們兩張都先看看 以JPEG和RAW的分別都已經不太大了 大家可以看到後面的淺驚深位,即是Outflow的位 其實那條柱,即是打橫的柱,那邊一路去的幅度很滑 還有後面的光位,它的邊緣位其實都很漂亮 但如果去到紋相的階段,我都很推薦大家拍攝RAW 因為由於大光圈的時候,很多時候Outflow的位置,相機會決定成像的幅度 其實會見到JPEG上面是有少少均勻度不好,有少少起渣的情況出現 但現在用Capture Run來開,見到在RAW方面,差不多起渣的情況都完全擴散了 還有,我們在試完完全是Wide Open,點耳光圈 我們都會看到光暗強烈對比之下,會不會有少少紫邊 或者是過度Sharp的時候,CA,即是Chromatic Aberration的效果 之後,都會見到JPEG機身上的修補,都未完全做得好 但在Capture Run一開,見到剛剛我們鎖頭左側半圈的位置 在JPEG是見到一個很清晰的紫邊,或者紅邊的情況出現 但在Capture Run,就完全沒有了 所以其實都很關閉相機機身,或者你解RAW的軟件 來修補分支鏡頭的分別 其實你現在這一刻,你都覺得用Capture Run開的話 那個修正,這些全部是自動的 相比起機身的修正,其實是更好很多 譬如說,我現在開啟機身的軟件 其實它已經認了Olympus的鏡頭 還要說,我原本的情況之下 我連這些動作,Capture Run是未開的 但Capture Run天生已經認到位置,就未做的 所以我常說,要學好一套自己用慣的軟件是很重要的 現在就跟大家看看,同一個位置,我就用17mm的G 又是開盡1.2mm,跟大家看 其實我自己看,最主要想看,告訴大家 這張照片,開盡光圈1.2的情況之下 那個Outflow,都可以有多強烈 那個景深散景的情況之下 當然跟剛才看的45mm,就沒有說 無論是透視和散景的情況之下 當然我們都不可以拿一支YN稿和Terry來相提並論 但現在你正在說一支35mm左右的YN稿 後面的景深,那個淺景深的確實情況出來 效果是現象是否厲害 其實都看到,它離開了那把鎖鏈 是 是 其實它那個Infocus,即是景深以內的位置 其實都很 很淺 很淺 我覺得這支鏡,如果想玩大光圈淺景深的朋友 其實適合大家的要求 是,尤其是大家用YN稿拍攝人像 有這樣的需要 因為譬如說 有些人經常說 我們鏡頭的變形 譬如說 為何旁邊的抽離好像闊了 譬如說 我當我拍攝女生想直腳長一點 我的確是會拿一支YN稿來拍攝人像 就為了這件事 同一時間又是想要淺景深的話 這一支鏡是的確做到的 因為我們現在的畫面 看到淺景深的效果很厲害 同一時間我們拿上手 試一支鏡的時候 都看到明明一支YN稿 為何景深尺 即是在Focus的位置 那個幅度那麼闊 其實都反映到 其實它本身景深很淺 所以它才做到那麼闊的對焦環 我們都一起放大 我們剛才看到 都是鎖頭 都是強光之下 那個紫邊現象 相對來說 我們就看到 無論JPEG和RAW 在這一支 這支17的情況之下 反而效果就沒有剛才那麼厲害 就是那個差距 對 那個差距 因為譬如說 反過來我們會覺得 通常YN稿會容易入光 或者是本身的紙邊現象 會出現得更厲害 但是 大家兩張照片來講的光差都差不多 但是我們放大一張照片 看到它金屬的反光位 剛才我們預期會出紙邊的情況之下 反而又不是很厲害 就是說如果單純這兩支鼻 其實是17這支 反而在紙邊控制上 可能會更好 對 這樣就算在杜膜上 都做得更好 對 所以兩支都會有它的好處 就是說 你剛才 變形上 當然Tally不會預期什麼變形 但是譬如說 以相片質素來說 這支YN稿 它的紙邊現象 真的少了很多 對 對 那這支就是你拍了一支YN97 接著 你都差不多是逐級光圈來做比較的了 那這裡 我們去到旺角了 拍了一輯照 試它這支YN97 在不同光圈的情況之下 我們都變 有介紹力 對 我們就由1.2 1.4 2.8 4 5.68 11.16 都拍了這麼多張了 好 首先我們就一起放大了這麼多張照片 它中間的情況的效果是怎樣 都要給它電腦混一混 因為我都一次過放大了9張照片 全部都是RAW來的 對 要一點時間 好 看到現在都放大了9張照片中間的效果 這個也是我會說一說 有時候4.3是有這個好處的 無論你去到Wide Open 去到最Terry 其實在成像的質感效果裡面 那個差距真的不會增加太大 雖然大家 1.2那時候好像都是 有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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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最主要是說 冷氣機上面 那個Fence 上面那些紋尾的線條 其實 由0.4以上 去到16 其實我想都 挺難去看到 有很清晰的分別 反而反過來 可能 在4.3裡面 收10個光圈 反而是一個相對來說 比較小 太小的景深 其實小過11 11 11或2 都會 質感效果向下跌 明顯地 我覺得 這支來講也不算 那就是說 如果你很穩陣 要一些東西 切碎 由0.4光圈 去到8光圈 都是輕鬆任用的 那我們就一起去到 鏡頭的最邊邊 這樣 都是要看一下 現在這裡全部都是Raw file 那就看一下 如果你Wide Open 去到真的 那些反差很大的 譬如說 我們動大廈 去到背光效果 那個天的時候 出現一些紙邊 或者是成像 質素是怎樣 其實都真的 只有1.2 差一點 對 然後由0.4開始 其實紙邊 都差不多 大致上看不到 這一張都 還有一點點 看到有小小的紙邊 之後 從2開始 去到8 都是最清晰的 11、16 也是本身 鏡頭的成像 也是光圈太細 所以之下 又開始 又是有些紋理上面的損失 那麼 中間 就是 那個1.4光圈 去到8光圈之間 其實 在鏡頭最過落 現在是拿到最邊最邊的了 全部紋理上面的成像 其實都很相似 不會有些什麼的損失 那麼 所以這支Wine Go 裡面來講 其實 它的質素 也算是非常好 尤其是 對得住它 抱這個 這個命 尤其是在它的成像方面 當然 如果你講 鏡頭變形 這裡我現在全部用RAW 都是要做一些手續的 我推回Discotion 但是如果大家都用JPG 一出就肯定完全值得 那麼 譬如說 我 我打開一些照片 因為我現在打開所有JPG 那一出那個JPG 我們隨便 兩張都是點死 那麼 一張是RAW 下面是RAW 上面是JPG 都會見到 其實它的整個鏡頭變形 都做回來了 當然 但是你知道 就是說 軟件做鏡頭變形的話 它都是會Crop少許的 所以你看到 譬如說 下面上書房那個招牌 你會看到 它都會 因為它做了鏡頭修正 而Crop少許的照片 上面的Tint都少了一點點 對 Tint都少了一點點 不過所有 所有鏡頭 變形矯正 都一定是這樣 一定是這樣 其他品牌 所有鏡都是這樣 然後就去到Terry 好 現在去到 用了45個鏡 其實這個位置 我們都是拍攝差不多 都是想看它的成像 和變形質素 是的 那麼我們 這個光圈 那麼這次有少少調轉 那麼我們 由16拍攝去點2 那麼最左上角是16 純粹是拍攝的時候 為了那邊 拍攝的時候 為了那邊 拍攝的時候 但是 我們將它一起放大 那麼回來 大家都放大了100% 那麼我們左上角 這張是16來的 是的 你看多一點點 那個 這邊的冷氣 右邊 對 那麼其實呢 這個效果 自45出來 整個特性 跟自17 都是很相似的 就是說 反而收光圈 收到16的情況之下 沒有 其實我覺得 16還需要過1.2 是的 需要1.2 這張很明顯 這張1.2 和1.4 其實兩個冷氣機 那個Sharpless 都是Sharp得很厲害 嗯 那麼整個 如果只有這張 拿來拍攝的 不會收16吧 是的 那大家都是為了 究竟開拍攝的 開拍攝到多少 才要穩陣呢 這樣 或者很多人就覺得 喂 我拍攝的東西要很Sharp 是不是要收光圈呢 這個概念就是說 其實真的不用收太多 就是你八光圈 其實已經是臨界點 然後再收10 10 10 其實這東西已經可以 其實近年出的那些鏡 大概都是11 以下 是最Sharp的 是的 但是 通常收11或把口 都是 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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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加上安全範圍 其實你看到它都跳了 你大致上 它都是保留在一百分之一秒 因為那個機身都知道 你收了光圈之後 其實它都會做一些防震給你 是的 所以它會看到 由去到一百mm以後 其實它開始就已經是 開始跳ISO 來令到你 將照片變得穩定一些 是的 所以其實用得4.3 可能大家有個概念都是 根本上都不是太需要收光圈 而令照片更加 其實可能是 在二光圈至八光圈中間 這個可以輕鬆達成的效果 有令到它 不需要刻意升高ISO 根本上你用得這些鏡頭 你差不多要開放一點點 就已經是它最佳狀態 這個都是 我想很多人用4.3之後 都會有這種概念 那邊位是如何 好 一起放大邊位 都是看到 我們拉到最右上角 看到高反差 就是它的紫邊呈光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也是 又是有十六光圈 十一 八光圈都看到 妖射的情況 這個位置 我覺得是 連十一光圈都比開盡1.2 是的 都是光圈葉而令到它妖射 正中間的解像度 十六 就是十六 明顯差過1.2 是的 但是現在去到 這個位置 就是 角落頭位 是的 十一都是 明顯差過1.2 是的 真真正正 開始是完全 肉眼看不到 很強指邊的現象 又是5.6 是的 所以其實 都是同一個概念 就是 你YOPEN 收一級光圈 之後 最大的 又不要大到八光圈 都是穩妥的 是的 當然了 現在去到鏡頭那顆的話 你要很精闢地去挑戰它的話 5.6 和2之間 全部都是最英俊的 是的 那Sharpness方面 是不是很大分別呢 其實4.3 其實光圈影響都真的很少 好 那回來了 是 剛剛跟大家分享完 就是看了一些相片 好嗎 那你覺得那支鏡是怎樣 其實我幾喜歡它的一致性的 就是說它三支鏡 其實所有造工 基本上如果不是很留意 雖然大兩隻字寫著 說幾個mm Size by size 拍到三支其實尺寸一樣 反而我覺得整件事很統一 是 用濾鏡都比較容易 是的 全部都是同一個 62mm的濾鏡 還有 回回頭 我由它12-40 Pro Series 那支鏡 可以前後拍 Focus這個位置 我已經很喜歡它這個設計 整件事很實在 整件事都很金屬 打造得來很實在 現在它根本上是被一群 4.3再往上追求的人 出了三支 旗艦的prime lens 出來給你用的時候 我覺得根本上是完整條產品線 真的 尤其是 本身用4.3為它自己主要相機 series 的 人裡面來說 它根本上是 不會再被人說 4.3夠不夠鏡用 夠吧 還要這麼多廠幫它出 我就這樣想 如果你說4.3夠不夠鏡用 就從來 因為有Panasonic 其實沒有什麼人質疑 反而我覺得 最多人質疑就是 你4.3的小顆sensor 會不會說 淺景深的效果 沒有那麼明顯 是不夠淺 事實是 因為是物理學的問題 你說要很淺很淺景深 是不夠的 是 即是跟Fullframe相比 但是現在 它出了3G 1.2光圈的鏡頭 是 其實我們剛才也試過 即使17G這支 要做過淺景深 都不是一個很大的難度 是沒有難度 我覺得 起碼為我容易 都 你留意 3G 1.2光圈的鏡頭 其實都是這麼小的 是 我的手這樣握 如果你想想 如果是Fullframe 1.2的鏡頭 整個滿 你拿出街也不方便 再加上 我覺得 最欣賞它 就是3G Series 整個系列 這樣出 是3G的外形 設計 都很統一 變成 我拿出街 我經常說 如果我去約模特兒拍照 很多時候 我會戴3G鏡頭 一支就是 Wire Angle 定招 一支標準定招 一支就是 人像定招 其實 現在 正正就是 這三個焦距 當然 我會用28 但是 這支 相當於35 可能對我個人來說 未必夠歪 但是我也有朋友 說 他們喜歡用35 這個很個人 但是 現在 大部分人 如果拿三支 輕便的定招鏡 出街一定是 選擇這三個焦距 它又有齊給你了 如果你是一個Olympus 一向的支持者 過往的鏡 很多都已經用過了 現在又有一個 新的追求大家 雖然價位相對地高 9990 但是 我經常都說 定價和街價 都是兩回事 大家出去 問一問 甚至乎 等一等他們 下一點價錢 再選擇 其實都不會很貴 你想想 如果你是全焦距 三間廠 85 1.4 皮 二三一支 但是 半價 又沒有半價 但是 都起碼 不是五個位 所以 你說它貴嗎 我覺得 它是最高級的鏡頭 比你 你覺得它貴 又好像 有少少過份 真的是頂級 我已經幻想著 一個 一機三鏡 大三圓 套裝的尺寸 是這樣的 一個腰包 我這次借不到25 其實我原本想借25 就算我自己都會用 EM5 Mark II 那樣 完整的 我拿出去拍照 一機三鏡 一個腰包 那樣的尺寸 已經裝上我要用的東西 很輕鬆 尤其是 你享受拍照 那個感覺上 的力體 其實這件事很好看 已經說 在用這個系統的頂級 只不過是這樣的尺寸 所以 尤其是 用了4、3D人 要的輕便 而幻想它終極的效果 是怎樣的 這樣 很棒 好 今天就這麼多 明天有些 我覺得算是 幾特別的東西 和大家比較一下 雖然不是新的東西 我想大家都會喜歡 好